RayTV 大家好,我是Ray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蠻有用的一個東西 是Node10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只有Node10的Plus 才可以做使用喔 那是什麼功能呢,就是畫面看到這個 一個3D掃描器 3D掃描器去哪裡下載呢 你就要去那個 三星的商店裡面下載 然後下載完成之後呢 這個功能可以做什麼用呢 它可以掃描你喜歡的娃娃 因為不好意思,我剛好目前沒有娃娃 我就拿這個杯子去替代 那它只要對著這個娃娃呢 去做拍攝 在這個框框裡面的時候 然後點選下面 然後呢,再去繞它 360度的一個旋轉 360度旋轉 旋轉完後呢 然後再回到原點的時候 然後就按下確定鍵 它就會開始製作模型了 那這個功能呢 我在網紅上看人家是用還蠻好用的 它就會變成這樣一個 一個模型啊 這不是那麼好看 那我取我之前前幾個 剛剛做好的例子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 這一個 其實基本上如果是顏色比較深一點的 辨識度比較高的 還蠻清楚的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功能啊,你用在娃娃上面會比較好 它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好目前沒有什麼娃娃 就是手上這一隻 可是呢,這個因為它的體積太小了一點點 然後它在掃描的時候 並不是很準確 那建議大家大概拿稍微大一點點的娃娃去做 這樣子的功能的話會更棒喔 然後呢,你掃描完成之後呢 它可以隨著 比如說你想要它做什麼動作 你就會人做出那樣的動作 它就會自動幫你展開 讓你這個娃娃變成跟你做一樣的動作 我覺得這功能還蠻新奇的 所以拍車一定要先給大家分享一下喔 好可 nigdy 孫年末 fá mod MGUタ MGU